有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了 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有一些家里很多小朋友的人 真的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不管你给他玩iPad还是玩手机 有些小朋友就像神童一样 玩完手机以后 自己除了玩出一片天 自己会传简讯之外呢 你手机上的app这样随便按一按 它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 有位家长给我们留言了 他说他的手机给他家里的小朋友玩 不知道怎么搞的 小朋友就玩他银行的app 他这个银行里面的这个小软体 小软件呢 里面有这个支票账户是可以转账转出去的 那他以前呢 曾经跟一个微信上面的这个微商买了东西 那这个微商呢 已经好久没来往了 但是呢 还留在他手机的这个银行的小软件里面 所以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数字随便乱按 有没有 然后这个功能有哪一些地方 让小朋友按出去了 结果呢 这小朋友呢 就居然转了一笔钱 给之前买过东西的这个微商 那钱已经出去了 感觉上怎么去追回来 他不晓得哦 因为这个微商早就已经没联络了 以前可能在微信上跟他买过东西 已经失去这个中间的联系 打电话也没有办法打得到人哦 然后这个微信上面也找不到这个人 他到底怎么样可以把钱追回来 如果告诉银行说 不是我做的哦 是我家小孩做的 我家小孩只有三岁而已 那银行会不会把这个钱转回来给我 帮我协助我把这个 不小心转出去的钱 再把它转回来呢 嗯 真的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哦 如果真的发生了 应该要怎么解决呢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 黑道银行家 Karen Su 请她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万一真的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 该怎么解决呢 Karen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嘿嘿嘿 这样子的问题 OK 我是建议如果真的私底下呢 是没有办法私底下解决的话 那么呢 就只能去找银行 但是因为这个手机啊 是你自己的own responsibility 你自己的责任 是 所以呢 不guarantee你去找银行 是不是可以通过银行 把钱拿回去 但是我们一定要建议先私底下 因为就算很久没有联络的话 对方收得到钱 就表示说他还是 他的贡献还是active的 所以呢 一定要先私底下 先想办法去找那个微商退款 不行的话 那你只能找银行 看是不是到银行去写一个 dispute form 但是每一家银行都不一定 不能guarantee 钱可以帮你追回来 因为是从你自己的手机发出去的 OKOK 所以这有像有些人 他遇到诈骗集团 他就说我真的不晓得啊 我以为真的是我的侄子 或者是我的这个孙子 他在求救 他就钱就自己把它转出去了 然后到时候去银行讲说 我那时候是喝醉酒了 我那时候就是没睡饱啊 精神不够集中 所以我就把它转出去了 像这种东西的话 银行唯一能够帮我们的 可能是不是 我如果不知道对方是谁 银行可不可以给我他的联系的电话 还是说他账户转到哪里去 银行可能找不到 但是如果是被诈骗还是什么的话呢 那么呢 银行都有这个disput form可以填 但是大部分的银行可能会要求你说 既然这是诈骗的 你不知道情况之下 你就要去有一个police report 通常有的这个police report 当你在填这个disput form的时候呢 很大的机会 钱都是可以追讨回来的 OK 所以大家如果不小心被人家骗走了 真的是被诈骗的话 请不要自己很难过 或者是呢 一直不断的被家人骂 就想说啊 息事宁人哦 赶快报警哦 在美国的制度 银行有可能因为你这个报警了 然后你去disput 就是把钱要回来 是有机会救回来哦 那像这个小朋友乱按 乱转钱的这个部分呢 银行至少可以帮你先查查看 对方是谁 如果你自己联络不到的话 也许对方的账户在哪里 或者是他联系方法 还可以知道是哪一家银行的 想办法帮你联系而已 但是因为真的是小朋友不小心嘛 这个银行其实 也没有这么大的责任 可以去做disput 赶快去找你的银行 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 你可以找到 你们银行的这个 帮你做的这个专员 来帮你协助哦